南韓總統隱習院領導的這個執政黨國民力量 在10號進行的國會改選中慘敗 而選舉結果出爐之後 包括了總理在內的幾名高官是立刻宣布辭職 已是負責 南韓媒體報導 南韓總理韓德書 還有總統府秘書市長 政策市長等官員 已經陸續提出了辭成 總統隱習院也發表了聲明 將虛心接受民意 總計執政的國民力量與政治同盟 只在300個席位當中拿到108席 勉強守住了100個議席的修憲防禦線 而所幸在野政黨是拿下了175席 未打總數的三分之一 而這也代表隱習院是暫時逃過了被彈劾的命運